蝎子 男孩端起酒杯 可怜巴巴站在角落 一副无辜 委屈的眼神 硬趁着那一刻的孤独感 在年味充足 人生沸腾的餐厅 他们一起举杯 一块喝下忧愁 这一年 工作室的几次大事件 被传得有声有色 被素人告 替素人打官司很奇葩 也被新浪约谈 随后给出不让粉丝应援 打榜的承诺 娱乐圈内的清流 内于战场的正能量 从不喜欢针对某些不好现象 坐实事 无愧于心 理性 执着 守候心底的一份光明 设计界 影视界 综艺界 商界他样样独占凹头 在长情不长久 长痛不喊书的人际圈 豁出了一片天 当沉浮者对他的人品 性格敬畏有加 私下毫无偶像包袱特别欣慰 分好坏的平息 处处存在的妒忌 愈演愈烈的伤害 压得肖战喘不过气 不同于前面的压迫 来世凶凶的反击令人恶心 当流量加深成为业余话题 终结了一年繁忙工作 只愿一饮而尽 此时私下形象被扒原因很现实 一方面大家开始习惯 有好心人带来偶像的好消息 而不是被假料充斥 受舆论折磨 被心炳毒害 因为站在一条线 传送平安喜悦 真的很安心 没有多日以来的忍耐 哪有今天的豁达 胸有大志 心在远方 旷野常在的励志男儿伸手赞同 肖战的任性 千万世界观宏大 体现在他的态度 他的真挚 简约与智慧 依然是乐观者 骨子里有悲情主义的仙霞 江湖二郎 拯救苍生 了解极苦 观众发现了惊喜 被黑日久的艺人 竟做了那么多公益 乡镇教育 贫苦孩子 为流浪动物献爱心 历历在目 猛然对这个即将 三十岁仍然年轻的演员 守护有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